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题 说如果a方加b方的语巴 求一下a加b的最大值 那我们看到啊 他要向我们求一下a加b的最大值 给的我们呢是a方加b方 我们知道a方加b方呢 是a加b完全平方里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进行完全平方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a加b 我要求a加b的最大值 那么我们知道a加b要达到最大 a加b的平方应该是最大的 a加b的平方呢 它等于a的平方加b的平方加上2ab 这个a的平方加b的平方呢 是8我们以值里边已经给了 所以这个式子就相当于是 a加8加上2ab 8加2ab要想取得最大 这是一个固定值 那么他要达到最大的话 我这个式子就有最大值了 那2ab的最大值是多少 我们怎么去求呢 我们知道关于完全平方 除了有加法的完全平方 还有一个减法的完全平方 就是a减b的平方 他等于a方加b方减2ab 那么a方加b方还是等于8 也就是说他等于8减2ab 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平方 所以呢他一定是非复的 那也就是说你的8减2ab 他应该是大于等于0的 既然8减2ab大于等于0 说明2ab它是小于等于8的 我们得到2ab小于等于8 那么可以从这个式子来入手 求它的最大值了 那就是a加b的平方 它等于8加上2ab 它就应该小于等于8加上8 也就是16 那我们的a加b的平方 小于等于16的话 a加b的范围 就是我把16开方 这边应该是小于等于4 这边应该是大于等于负4 的a加b应该在负4到4 这个范围内取值 那么它的最大也就是等于4 最后我们求得它的最大值是4